你是I? 哇! 我是I 我是I 大家好,我是蓝雀 今天是期特别节目 蓝雀采访到墨与云间的两位主演 Hello,B站的小伙伴们 我是演员吴锦言 Hello,我是新年王星月 接到邀请相当兴奋 为什么请蓝雀呢? 看这预告 所以,说你的计划 看到蓝雀呗,都是复仇爽剧 哇塞,爽剧开挂 不开玩笑,听主演亲自介绍 我在墨云间中饰演的是 是薛芳菲 她被前夫陷害 遇到了姜临 她用姜临的身份 一个人带着两个人的命运 开展了她的寻找真相之路 我饰演的是肖恒 也是有一个很大的事情 需要她去完成 在她下一整盘大集的路上 碰见了薛芳菲 然后,你不要笑 两条线其实是可以并到一块的 然后展开了一系列故事 感觉挺有看透 粉丝很想知道 景言在演《复仇爽剧》是怎样的心情 我拿到剧本 没有人告诉我是爽剧 你刚开始以为是爽剧吗 没有吧 没有 慢慢地发现 她挺爽的 开篇没觉得是爽剧 每一次 我觉得挺困难的 都有一双眼睛盯着你在 你嘛 她都在暗中观察 暗中观察 我们一大场戏我在那演 不是暗中观察 暗中观察 一个角落最不起眼的地方就是她 每次关键时刻 销红出场了 就突然降临 聊这么多 最后的作品看起来爽不爽 看起来也很爽 每次闪亮登场 能不爽 最近宣传期了 剪了好多那个物料和片段 然后配上音乐 哇塞 我觉得真的是爽剧开挂 我会好好活着 亲眼看看那些人 落的什么下场 她是属于说 我是突然间出现来帮助她 在她需要的时刻伸出一个援手 然后她每次能够很一针进血的 把问题给 你都知道吧 我在我心中你很聪明啊 原来你不知道 不是 我知道这个问题在哪儿 但是我不处理她 然后你会特别打聪明的说 你这里哪里有问题 给她交给我来处理 她点拨我的就是她 给剧的爽度打个分 打个99分吧 她的脚爽 我是真的挺爽的 我首先作为我本人来说 没什么思 每次我助长都是特别炸裂的 就琴姐给她铺到那儿了 哇 然后她闪亮 闪亮 就跟那种古货仔一样 很带感很带感 很符合她的人设 然后符合我们俩的关系 也符合一个男生 对于一个角色的一个幻想 幻想 我的三两天唱啊 我的打戏都不是说那种 像武侠片里拳拳到肉 进攻用扇子 防守用扇子 科幻片那种感觉 科幻片 倒也没有那么夸张了 没有那么夸张 对 就很特别 因为肖恩这个人物她还是 我觉得动静皆宜 阴柔交错 武器一般很有劲 但她用扇子去表达 就很符合她这个人物 而且里面有很多不同的扇子 在不同的场合出现 也是我很喜欢 哇 她有一筐的扇子 对 我有很多扇子 各种浮夸的扇子 爽了 我是爽的 这次和五姐合作感觉怎么样 五姐 啥呀 五姐合作 反差感最大的 就是 对啊 我一直怎么样做 因为我签公司三年 然后其实算是第一次 正式的认识 之前的印象 可能在于网络上一些吧 网络上的一些印象 然后合作之后就是太舒服了 我跟他说什么他都能接 他跟我说什么我都能接 一般跟谁都能接吧 你又遇到过接不上的吗 你接不上的吗 很少了 很少了 但是那种就比如说 导演会描绘出一些东西 他没听懂 听不懂 听不懂 他听不懂 没会 我会 我会 1 2 3 我是我们导演的一个 翻译软件 组里面这个人缘很好呀 涛哥 因为他你的综艺我也看嘛 你其他戏的相处我也看 我打着抠的人 我关注你哦 大家好 我是景妍 兴玥她又是一个 会用心去感受和体验生活的 跟她相处会让人觉得很踏实 很有安全感 你那个ID给我录的 你好像在那儿 我好累哦 看着提词戏在那儿录完 我好累哦 那这样录的你知道吗 我好累哦 我收工12点给你录的 是是确实 他们那个戏很累的 大组呢 一转到贵州去了 老奎儿等机 明白明白明白 但却赶紧插路 两位拍完戏 收工都干点啥 拍墨宇的时候 我前期都没有跟大家聚过 都在贝斯和贝斯的路上 对她那个态度亮了 她每天她台词亮 都是打打打打打打打 活着就不错了 没拍那个戏 就我娱乐活动比较多 她娱乐活动很多 娱乐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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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我还那时候还是 我是健身 健身的 现在呢 现在不见了 太忙了 不是钱先放在交着 等需要的时候再去花 好好好 既然这么熟 能不能三叶互吹一波 王新月哦 我先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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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警言 对于角色 对于演戏 十分认真 十分较真 剧本上给予一些提示 她会尽自己所有能力去完成 这不是护权 这是真的 尽所有能力完成 就算那个点她不舒服 她会死磕那个点去把它给做到 亏了 不 啥要说 我太多了 要不然我要准备好多钱啊 然后 然后她在于生活中的一个人 她是一个非常nice 非常会 就是考虑到对方感受的一个 特别值得交的一个好朋友 而且性格上是 嗯 不会是计较 我就不计较 所有事情吧 就是跟朋友相处的话 计较 计较 那你是我吗 忍着的 她对 她唯一一个计较性 就是我的装造比她精致 但有一天她那个飞天神的造型 说实话 我是不喜欢那个造型的 我觉得还挺好看的 她就挺好看的 她就那个造型 因为演戏终于尝过了你 对终于尝过了我 我前期妆就定妆吧 人物的眼线画得很淡 然后她在镜头看她的时候 那眼线快拉到了 抬上去 拉到这儿 拉到沙边了 然后眉毛也是挑到了这儿 她涂好白的底哦 我俩化妆终于在一起 我们俩做一块 我天天就看她用旗号的粉底 然后看她的化妆包 真的是一包 眼线笔 各种各样的 没有是唇膏 口红美 有色唇膏 有色唇膏 变色唇膏 变色润唇膏 为了美 差不多这个意思了 夸得够了吗 可以了 就是太棒了 来吧 你看着你的吧 夸得我没词儿了 就在这时工作人员插路 要求加快进度 好 她没夸我 她要夸回来 我最近很认真 会唱歌 最近发了单曲 跳舞 也在尽力 跳舞也尽力 弹吉他还弹吗 没了时间了 没了时间了 健身也没时间了 然后会录猫 会开车 天天 最喜欢开车 帅哥不好意思 找蓝雀求救 景言表示没夸够 总结一下 年纪很小 然后会的不少 冲击回来了吧 这样子素材也够了 真为蓝雀着想 点赞点赞 问个粉丝关心的问题 两位的NBTI 我是INFP 你是I 真的我最近变I了 哇 我看见到你的 所以E 但是我平常在外面 我是I人 你测错了吧 我之前是E 但是我最近一测 你测过新版本吗 最新版本就是7到底 96到底那个 我现在是I 对啊 我要对你好点 我要对你好点 我是ENFG 大家看看测得准不准 行程实在太赶 时间有限只能聊到这了 小秀一段结束采访 你又喜欢我这件事情 我知道了 但我喜欢你这件事情 你知不知道